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 但是在正式翻牌之前 咱们还是先做个硬广 我们4月14号到18号 组织大家去河北的两座历史文化名城 保定和正定进行游学 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俩地有什么可去的 保定也就是个三四线城市 在河北省都没什么名 正定有的都没听说过 因为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区 其实越是这种在历史上特别发达 现在就是比较衰落的地方 它的古迹保留的就越多 尤其在隋唐时代 一说这两个城市 宝州 郑州 那不得了 河北 雄镇 那会儿北京都不一定有他们名气大 所以它保留下来相当多的古迹 你比如说保定有著名的满城汉墓 中山靖王墓 刘备的祖宗 还有有清西陵 四位清朝皇帝安葬在这儿 还有有著名的直立总督府 这是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总督府 古连池书院 正定就更不得了 全国的五代建筑只保留下来了五处 四处在山西 一处就是河北正定文庙的大城殿 全国唐代建筑确切的是保留下来三处 有五处一寺 这五处一寺有一处就是河北正定开元寺的钟楼 另外你比如像龙兴寺宋元时代的建筑 然后还有隋代的最大的大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立像 千手观音的立像 还有你比如像毗卢寺 有完好的明代壁画 另外三塔 开元寺 广惠寺 天宁寺的塔 可以追溯到唐朝 唐宋元时代的建筑 所以古迹众多 特别值得一看 特别是作为对粉丝的答谢 如果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领优惠券 您领完优惠券再报名 期待大家 好 咱们来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 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朋友林贯廷问了一个问题 古代上至帝王 下至士大夫 无时无刻都受到门阀集团的影响 以至于连皇帝有时候都得向门阀妥协 白马之祸之后 这些集团影响力大不如前 为何唐代以前的朝代 没有一位帝王以雷霆手段 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解决了谁支持你 满朝文武都是这些人 你能把这人都杀光吗 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白马之祸 他是朱温干的 朱温他不需要这些人 他是军阀起家 他另起炉灶 你这个破坏规矩的人 他是可以不顾一切的 你制定规则这些人 你不可能把规则完全破坏掉 所以这个道理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要另起炉灶 我才能这么干 你不是另起炉灶的话 这炉灶就是你累的 你怎么可能把它破坏掉呢 所以帝王根本不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这个网友朋友 SUNSTEIN 这个说 最近看历史啊 感觉中国历朝历代 总是符合建国之初 快速发展 鼎盛之后 因为各种原因衰落 无法逆转 就好像真的存在国运一样 这种看法正确吗 这无所谓 什么国运不国运 这种看法无所谓 而在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是这样 不光中国外国一样 所以自古不灭之朝 都是刚起的时候最强的 然后慢慢慢慢走向衰落 只有你到了现代 比如说你有了这种民主的制度 人民选举政府 政府为人民服务 你只有有了这一套东西之后 亘古不变的这一套制度了 它才不会出现这种结果 否则的话 你像过去的王朝这种靠人治 靠这个帝王个人来治理 绝对就跟这帝王的能力 是密切相关的 是吧 好 这个网友朋友胡周问那个问题 说想问一下历史上 有没有在两个教派之间 反复的国家 或者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 在两个教派之间反复的国家 那就是典型的 那就是西班牙 不过它不属于在两个教派之间反复 就是七世纪穆斯林征服了 伊比利亚半岛 但没有完全征服 把这个灭掉了西哥特王国 但是没有完全征服 这个基督徒呢 逃到了北方 在比利尼斯山的庇护之下 建立了一些小国 然后呢 就展开了800年的这个 收复失地运动 最终呢 把这个穆斯林的势力 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 光复了伊比利亚半岛 完成了天主教的恢复 最后就是1492年嘛 就是哥伦布远航的那一年 天主教双王 伊沙贝拉和菲迪南 收复了格拉纳达 这就算是彻底光复了整个西班牙 但是你说 也不是说这个国家 一会儿信伊斯兰教 一会儿信基督教 而是信伊斯兰教 在这个国家信伊斯兰教的那部分人 始终信伊斯兰教 在这个国家信基督教的那部分人 始终信基督教 没有说这个人 反复一会儿信这教 一会儿信那教的 没有 因为这种异神教嘛 这两个宗教都属于那种异神教 都是不容这个异教徒的 所以你很难 你改了宗之后 就很难再改回去了 好 这个 网友朋友 gochung 问了一个问题 说看了日本电影影武者 讲的是日本战国时期 长袖之战 装备了大量火神枪的支田军 大败之前 在战国时期 堪称最强的武田家骑兵 证明了当时 如果有足够的火力优势 步兵可以对抗骑兵 当时明朝也重视火器 并且装备了大量的火神枪和火炮 多年后 辽东明军面对后金军骑兵 却是几乎很少有圣计 请问是明军后期军队人员素质不充足的原因吗 那个长袖之战是被极大的放大了 其实这个就是武田军 这个武田军的总兵力是一万五千人 这一万五千人不是全是骑兵 骑兵没有多少人 你想日本自古他不产马 而且他那个马说实在的尖高只有一米二 那跟驴子差不多吧 根本就他那个马也主要就是骑秤 而不是骑上他作战 与其说日本有骑兵 不如说日本有骑马的步兵 他除了武将在战场上骑马 还有一些个高级武士 他基本上是不具备这个骑兵军团 大规模冲锋的能力的 所以他这是吹牛 而且支田军只有三千艇铁炮 他能发挥多大作用 所以在那个年代 他基本上其实这个长袖之战 他还是传统的这个战法 而那个时代火神枪射速慢 装填慢 你一排枪打完 然后这人家骑兵就已经冲到你跟前来了 所以完全靠火气是无法克制住骑兵的 再加上也确实后金军的素质 比明军高的不是一星半点 都是冲到你跟前 明军不是铁甲包裹身体吗 人家骑兵冲到你跟前 五步之内看见你的面孔了 抬手放箭 正中面门 都是这种水平 所以后金军的战斗力确实非常强悍 网友贺小楼 这个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明朝倭寇啊 之前您说过 是中国商人雇佣日本浪人的武装走私集团 并不是日本幕府支持的侵略行为 那从这个角度讲 抗窝的契机光是不是不能算民族英雄 只是海关祭司 如果抗外族侵略算民族英雄 为什么我们很少说汉朝的魏清霍居病 或者唐朝的李靖这个徐茂公啊 是民族英雄 我跟你讲啊 不要去琢磨这些问题啊 这些问题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很无聊的啊 就是这边岳飞算不算民族英雄 你觉得他干的事是不是民族英雄干的事 对吧 你非要去琢磨那是汉族的英雄 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 请问在岳飞的时代有中华民族的概念吗 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不要用今天的概念去套用历史上的概念 所以你要站在今天的角度看 56个民族是一家 那只有抵抗外国才能叫这个民族英雄 那你在汉朝的时候 汉跟匈奴是一国吗 你在岳飞的时代 金跟这个南宋是一国吗 你在这个什么文天祥跟蒙古人是一国吗 他不是一国 史可法是一国吗 包括你说的这个气气光 他是一国吗 都不是 所以那你说他算不算民族英雄 你自个去琢磨他算不算 你要是按照今天的角度上说 不算 那按照当年的角度 算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就别把自个绕进去了 别把自个绕进去了 没有意义 你关键你知道这些事就完了 好 这个网友朋友 HONTONG 李问了一个问题 说您提到私兵怎样的制度 才能使军队不落入私人手中 国家军队比起私兵 是不是忠诚度高 但战斗力低下 把私兵收归国 有一般有什么方法 收的过程怎样防止军官造反 在古代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只有民主制度之下才有可能 没有私兵 只有国家的军队 高度忠诚于国家的军队 而是不忠诚于 而不是对某个将领 或者甚至对某个政府去效忠 所以古代没辙 所以你后边问的这些问题 也就不存在了 怎么收 怎么才能防止他造反 你收他准造反 没有这个办法能让他不造反 好 这个网友朋友电影军 问了一个问题 说中国先秦秦 文汉时期很多文能提笔 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权才 比如商鞅 吕部委司马懿 曹操 出将入相 文章领兵 样样在行 但是到了后期就很少有这种人 像于谦 曾国藩极少了 为什么 因为宋朝以前文武不分 所有的大臣都是能文能武 所以他才是这个文能提笔 安天下武能上马定江山 他都是这样的 就是出将入相 像那个李基 典型的李基 在外统兵 大将军回来就被封为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丞相 所以李林普的时候 为什么重用藩将 他就是怕这些大将在边关立功 回来做宰相 影响到他的地位 从宋朝开始 以文制武 将从忠誉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宋明清这几朝 都是就文官领兵 文官一般来讲呢 就制武比较外行 所以就好像这种能文能武的人就比较 其实也不少 那你像宋朝文官带兵 范仲淹 是很典型的 小范老子 胸中十万假兵 那明朝就更多了 王岳 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包括元崇焕 那清朝 那就更多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些 就更多了 其实也不少 好 网友朋友 因为我教这个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 国人在比较历代王朝的时候啊 不是汉人王朝成了清的原罪 尤其是对乾隆的评价 总是一副败家子 由胜转衰是因为他的这种感觉 事实上呢 我觉得乾隆不论在人口暴增和开疆拓土 以及维持帝国稳定上 都是历代帝王之罪 比连年战争导致人口减半的汉武帝是强不少的 如果乾隆是汉人皇帝 妥妥的历史前五吧 呃 是不是历史前五我不去琢磨这些事儿 而且这东西没法平啊 没法平啊 你说这个康熙跟那个唐太宗到底谁伟大 没法平啊 没法平啊 但是呢 你说的那个别的观点 我是同意的啊 我就不是汉人王朝成了清朝的原罪啊 而且这个道理呢 我在好多地方我都讲过 汉唐明三朝人为的拔高 宋清两朝啊 人为的这个压制啊 汉唐明之所以被拔高 就是敢犯强悍者随远必诛 主要就是因为这三朝出击末北了 那宋之所以被压低 就是因为他对外打败仗了 那两次都是被这个外来民族秘 清之所以被这个这个原罪 第一不是汉人王朝 第二这个就是近代以来 那一劲签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啊 所以也成了他的罪过啊 也成了他的罪过啊 这个我是同意你这个观点啊 然后这个网友朋友两根头发输个中分啊 说这个您讲过古代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越接近汉族就越容易汉化 所以女真比契丹蒙古汉化程度高 鲜卑怎么解释 同样是草原有物民族 为啥北魏的汉化程度 似乎比金国高 连自己鲜卑的文字姓氏都舍了 还不允许跟本民族通婚 这是孝文帝自己的政策 是属于个例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是因为鲜卑统治中原已久 他汉化的时间太短了 不是太长了 是吧 你想386年他就建国了啊 后来被前秦灭掉 那然后等到439年 这个就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 北方就被统一了 到494年 他再进行汉化改革 半个世纪之后 他再进行干汉化改革 那你说他这汉化是很顺利吗 是很彻底吗 是很主动吗 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么回事 他已经在中原待了半个世纪 他才开始汉化改革 他不是在草原上开始的汉化改革 是这个意思 你说元朝一点没有汉化吗 也不是啊 也有 这种人官名什么 不都随学的这个中国吗 也有啊 所以这个还 我还是坚持那个观点 游牧民族很难汉化 渔猎民族是可以的 还是这个观点 好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呢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